如何让一个冷门的下水道英雄成为中路T灵 众所周知 高剑离是出了名的腿短 虽然他的爆发伤害非常高 但是在面对一些灵活英雄的时候 非常容易出现所有技能全空的尴尬情况 如果我们把高剑离的技能范围略微调整一下 那他就能勉强进入高端局了 来看实战效果 调整后的大招技能范围比之前稍微大那么一点 但是因为高剑离没有足够的控制技能 所以在打团的时候 我们还是很容易让敌人跑掉 于是我决定略微调整一下高剑离的控制效果 只要在大招范围内的敌人 都会受到5秒的冰冻效果 可以说是非常的合理 因为高剑离是一个脆皮法次英雄 所以我们在越塔的时候 尽量不要冲到泉水里 只需要走到这个位置 等他们从泉水出来就可以了 非常的好用